飞机逝世之后 这个地区常常会发生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2012年的时候 一架征照机飞到了花莲上空 结果失联了 最后这架征照机被找到了 坠毁的地点叫做三岔山 但是搜救人员到了那上面之后 才更发现一件恐怖的事情 因为三岔山在69年前 就曾经发生过 29个人抓交替事件 差一点就满70年了 1945年9月10号 那时候日本刚投降 刚好快一个月 8月15号投降 这个时候从菲律宾起飞的 一架运输机 载着被释放的美军俘虜 一飞机的人好高兴 终于重获自由 结果经过三岔山 蹦掉下去 等一下 你说坠机了 对 坠机了 当然我跟你讲 因为天后不佳导致坠机 这个时候你知道吗 那时候日本刚投降 日本就决定派出搜救队 总共89个人 浩浩荡荡荡就上山 要协助这空难的处理了 对 他们要好好 而且带很多很重的木料 棺木嘛 就说要好好埋葬他们嘛 重视他们 结果你知道吗 你知道立刚刚我们上山 常常你几个人还能够走在一起 快要一百人越走是越散 到最后终于变成了前队中队后队 就变成这样 对 但是每一个中队 可能追不上前面那个队 但是他们会有一个带头的人 八号司令的人 好 就这样走着走着走着 我跟你讲 快要走散了对不对 那天气开始慢慢不好了 而且天黑了 就地要扎阴 你知道扎阴怎么扎吗 怎么扎 扎阴不是说我们扎帐篷 那时候哪有帐篷啊 也没有成功保这种东西啊 你要在山凹里挖个洞 把棉被铺下去 再把毛毯盖上来 这样才可以活命 直接野外露宿 对 就是野外露宿 后来你知道第二天清晨一起来 一看 有人死在坑里面 等一下 野外露宿怎么会有人死在坑里面 有人就死在坑里面 现在开始下雨了 开始下雨了 你是说因为温度太低的关系吗 温度不但太低 而且气候开始变坏 就是跟你做对就对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前队已经在很前面了 后队的台级的一个班长 你知道吗 他叫做刘金生 他决定撤回去 我们不收了 然后可是前队 就是乘户88跟中队 已经快到了你知道 乘户88那时候到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的经验就告诉你说 一定会有大风雪来了 中队你先回去 由前队来安葬这26名死者 安葬好了以后 他们就赶快撤赶快下山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时候什么你该遇到的坏事你都遇到了 断梁 大雾 迷路 全部都遇上了 你知道最后只有一个人生还 什么 叫做宪兵的朝长 就宪兵班长 后三定 一个人生还 前队跟中队的人死光光 好 到底救难人员死了多少人 只有死了多少人 好 来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阿美族12个 日本警察2个 日本宪兵7个 然后辅老 就是辅老一个 客家一个 平普 还有什么 平普 布农 还有悲难 总共加起来 就是美军飞机上面的26个人 等一下 你说搜救人数这么多人上去 结果死了26个人 跟飞机坠机以后死亡人数是相等的 完全一模一样 难道是抓交替吗 怎么会这么巧 立刚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是听起来偷皮发麻 才隔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居然三叉山上面 从26个人坠机而死亡 到最后变成了26个救难人员而死亡 但是川玉兄 好像三叉山那个地方 事后有一些灵异事件就不断了 对 自从坠机之后 那个灵异事件就一直不断的传开来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个飞机长海 掉在那边的时候 掉在那个三叉山 那个是刚做的嘛 一直都没有人去处理 因为在那高山上 没有人愿意去把它拿下来 尤其是当地原住民 认为这个有死这么多人 是个不吉祥的东西 所以说没有人敢去碰它 那可是后来爬山登山队 经过那里 然后他们都拿那个登山队 那个标志把它绑在那边 后来变成一个地标 变地标了 变成一个地标了 那有一次有一个登山队 他们就来到这里 那他们一样是住在 西安阳山屋 然后去嘉明湖的时候 是要一天晚缓 就是一天来回 那他们早上经过那个残海的时候 那因为只有一条登山路径嘛 那个残海就是刚好在你的 那个山路的左手边 那你这样过去的时候 他是在左手边 那那些登山队过去的时候 他在左手边 那下午他们要缓乘的时候 结果就起雾了 就起雾 然后他们来到了那个残海的时候 哇 整个登山队我脸色都变了 因为当时有雾 然后风又吹 然后登山队变成 这样子 那也就算了 可是那个残海 既然回来的时候 照理讲应该是在你的右手边 怎么残海一样还是在左手边 残海还在左手边 对 你说就像照片上面这样子的 加密湖在这个位置 结果残海的话 就是这个残海 对 所以残海存在那个地方 对 然后你照理讲 你去是左手边 你回来是在右手边 回来应该是右手边 为什么同样又跑到左手边 就是一样在你的左手边 你一直说这残海 自己移位了吗 对 不晓得 所以当时大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然后想说怎么办 然后说赶快通过 然后你知道吗 大家开始用 有一种像慢跑这样子 开始要摆脱这个残海 没想到一直跑 一直跑 那个残海 既然一直跟在他们的旁边 什么 你说残海跟着他们的旁边 对 所以他们整整走了快半个小时 才摆脱那个残海 然后一脱离的时候 哇 大家终于觉得说 哇 怎么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 那在这个嘉明湖 还有一件灵异事件 就是说当时有一群学生 他们来到嘉明湖爬山 那他们下午来到这个三叉山的时候 的插入口 那他们想说去攻完三叉山 再下来这个嘉明湖在那边露营 所以说他们在插入口的时候 就是他们先煮中餐 煮中餐的时候 那有一个学生 他竟然背着包包 竟然往嘉明湖那边走过去 走过去 另外两个还在煮饭 另外警察想说 他可能要先去拍照 所以他们一边煮 还一边看着他一下 看他一下 没想到最后看到他的时候 他是站在湖边 然后只看到他对着湖这样子 然后没想到在低头 在抬头 哇 他就不见了 等一下 站在湖旁边 结果最后人不见了 就突然间就这样不见了 人到哪去了 对 他们就赶快赶快跑下来 他湖旁边这么的辽阔 嘉明湖旁边都是草原吗 嘉明湖就这样圆圈 所以他也没有 在别的路通往哪里了 那这个人 他跑到湖的对面之后 他跑哪去了 就不晓得 就他们下来 赶快跑下来看的时候 绕湖一圈的时候 发现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包包 竟然放在湖边 那他们想说 不可能吧 他莫非是下去湖里面的 因为我跟他 高山湖泊 那个水是非常非常冰的 是啊 没有人会想要下水 也没有人想要去游泳 可是他就是这样不见了 那是他们赶快去呼叫队友 队友就赶快下来 下来说 哇再找一找 真的找不到 他们认为说 连个湖里面影子都看不到 因为看不到 那个水很深 结果他们推测说 他是真的下湖 因为不可能这样凭空消失 结果他们就赶快求救 然后就请用无线电 去报警 到台东那个警察去报警 那报警之后 那个他们 而且他们跟他讲说 他人可能下去湖了 结果后来他们还专程 用直升机空掉了 两个潜水人员 那他掉过来之后 隔天早上 潜水人员就下去湖底打捞 你知道那个 那个家门很奇怪 那个水非常干净 可是他下到湖底的时候 那个湖水 一直在冒那个泡泡 潜水人下到湖底的时候 看到那一名学生 等一下 那一名学生在湖底下 在湖底 他在湖里面 对 而且他很诡异的是 他竟然蹲在那边 蹲在那边 他在湖底下是蹲在湖里面的 他在湖里面蹲在那边 而且会这样子 更诡异的是 他双手竟然是握 双拳是握着 然后他的眼睛是张开的 而且他是这样子 好像脸部的表情 好像受到很大的惊吓 而且他握紧拳头 好像要打出去的那种样子 结果 全水人员把他拖上来的时候 那个检察官勘验的结果是说 他不是溺水死亡 他是好像是被吓死了 所以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到底下去湖的时候 他到底是看到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 到现在是个谜 到了嘉明湖 你要特别注意 那个地方可能会拥有一个 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是我们地球上面 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吗 有 记得吧 150年前法国的科幻小说 写了一本叫做地心冒险 但是地心真的可以下去冒险吗 现在美国的科学杂志Nature 他已经说了 真的有可能 地心底下真的可能有海洋 地心底下真的可能有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存在 那是否也代表着地心人 地底人真的也存在于地心当中呢 是 立冈 这位法国的科幻大师 他叫做如勒凡尔纳 他写过什么 很多很有名 海底两万里 环游世界八十天 对啊 其实都是他写的 都有很有名的小说 他等于19世纪 最著名的一个科幻大师 他当初写地心冒险 这部也非常轰动 在1864年写 后来拍成电影 其实拍了好几次电影 对啊 你看还拍成电影 地心冒险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地心冒险这一集 还是那个布兰登废学研的 然后呢 你看 他们就掉到地心里面去了 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 当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人 他从古代的编年史以头 他发现了 里头还有一个密码 他从这个密码解析出来之后 原来这个密码是告诉他说 有一个地方 你从冰岛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穿到地心里头去 什么 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个世界 冰岛就可以穿到地心了 对 他就带了 带了他自己的侄儿 然后就 从这个地方找到这个洞穴 就下去了 就下去之后呢 真的发现一个地底世界 然后地底里头 好像那种恐龙时代一样 恐龙也还活着啊 然后里头都是非常巨大的植物啊 然后下面甚至还有 很广大的海洋哦 那这个听起来很夸张对不对 然后更夸张的是 他们怎么离开地底世界呢 是因为地底世界突然火圣大爆发 反正大爆发产生了很大的气流 就气流把他们两个 把他们鼠子两个推出去 推到地面上来 就他们又重新回到地面上 然后回到地面上的时候 他们本来不是从冰岛下去的嘛 他们出来的时候 既然已经在意大利了 你知道从冰岛一下到意大利了 冰岛下去到了意大利出来 那整个穿越地心了嘛 是 所以 这个当然是一个冒险小说 一个科幻小说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大家自己去想 那可是呢 现在这种听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像变成是真的了 真的哦 因为最近Nature杂志 这是美国很权威的一个科学期刊 它里头就报导了一个 加拿大亚伯达大学 有一个叫皮尔森团队 他们从巴西那边挖出来一个 巴西的地底下 地底多盛你知道吗 410到660公里之间 那已经到地寒了 很深入地寒的地方 它挖掘出来一颗钻石 挖的钻石其实没有什么 我们本来就知道地寒里头可能会有钻石 对 因为它高压 水才要形成啊 对 可是你知道吗 从那个钻石里头居然发现下面 那个钻石里头有 含了1.5%的水 等一下 那么深的底下 是 为什么会有水 在那样那么热的地方 水早就气化了啊 对啊 里面不可能有水的存在啊 可是它居然发现有水在里头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里头 如果假设地寒的结构真的是这样 地寒有2900公里厚 所以它里头所含的海洋 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地面上的海洋还要大 它水还要更多 所以如果有海洋的话 是不是代表真的可能会有 地底人存在呢 其实一直有个地方有个传说 瑰雅纳 你知道 那个 维内威达瑰雅纳高原这个地方 一直有一种关于地底人的传说 你知道在1887年的时候 就是西班牙 有西班牙人在那附近探险 就探险的时候 他们突然遇到两个小绿人 小绿人 你知道 他全身皮肤都绿色 然后穿的是当事人 从来没有看过的衣服 你知道他的外形像是什么吗 大家如果有看过魔戒 魔戒里头不是有个咕噜 对 小小只的 你看他就是绿色版的咕噜 就差不多长这个样子 就长这个样子 对 据当时的探险家形容 就是他们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刚好是一男一女 然后他们用西班牙语 问他你到底是从哪里来 他们都不会回答 后来他会给他们食物吃 一看两个都不吃 后来这个男的这个小绿人 很快就死掉 那这个女的 后来慢慢开始吃一点东西了 然后跟人类在一起生活了五年 然后这五年中 他还学会了讲西班牙语 所以他告诉这些探险员说 其实我是来自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 他从来没有看过太阳 你看 因为在地心的世界吗 对不知道 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来自地心 因为不然地球上有什么地方 从来看不到太阳 不可能啊 对啊 然后他从来没有看过太阳 然后他们本来就是 在他们自己的世界生活 就有一天突然刮起一针怪风 他跟这个男的小绿人 就一起被卷出来 卷出来之后 突然醒来就发觉 已经在地表面上 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没有办法解释 这个传说听起来很怪异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这个是历史上有记载 这个人 这个绿色的小绿人 这个女怪人 居然跟人类生活了五年 那他到底为什么是 是因为他寿命太短吗 还是因为他不能适应 地面的生活 这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有节目想要去证明他 日本有一个节目叫 《腾刚宏冒险王》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曾经看过 他就特别跑到 委内瑞拉这个地方 要去找这个小绿人 你知道当地人真的有这个传说 你看影片当中有没有看到 他们真的去找了 他们真的去找 他们当时叫Kurupirita Kurupira 这个我讲 他们是 你知道他们附近有一条河 还用这个去命名 你看那个很奇怪 对不对 小小那个什么东西 你注意那个什么 快速的跑力 那个不太像一般人 对不对 那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动物 是啊 那个很奇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看他们 太前队人脸上都很惊恐 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一路要去追 你知道其实 在当地的土人说他们早就已经看过 非常多次 你注意 他们现在正在找寻 是 正在搜寻那股小鸟的动物是什么 你看又出现了 看到没有 你看有仁义 有一个人一样的东西 对快速的离子 可怕又不像是一般的土著 对不对 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对啊 那当地的居民说 其实他们早就看过它很多次 还带他们去 那个传说中这个小绿人 住的这个地底洞窟 去看 里头有一些吃剩的蝸牛 一些食物的残渣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字 那据当地人的解释说 这些文字其实代表什么 就是警告你们如果再深入 你们可能就会有危险 那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后来就没有继续再深入去走 当然有人说 这可能只是节目的戏剧效果 可是说真的 当地的存在这个传说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它到底是真是假 我觉得观众朋友自己去判断 委内日拉地底下 真的有一个地道 可以通到地心吗 从冰岛 从委内日拉 从意大利 还有包含了哪里 印尼的爪哇 这些地方 可能都有通往地心之处 不过印尼爪哇 这个洞穴里面呢 有地心生物的存在哟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